掌握财经市场脉动 找到成功致富关键 欢迎收听投资理财王 分析师精准的眼光 带您纵横股海投资好股票 让您轻松成为股市长胜君 致富关键就在理财 本节目由News98与理财周刊 共同直播 轮源 严义民 急如风 徐如霖 侵略如火 稳操胜券 轮源投顾严义民首席分析师主角 109年金管投顾新字帝010号 欢迎亲友好朋友 准时收听我们每天 下午3点的投资理财王 我是齐震 问候大家 今天是520 今天的这个盘 一定也是非常的重要 今天的中场加选指数 是小涨13点 指数说在21271 成加量部分 是4440亿元 价值数小小涨0.06个百分点 但是归买指数的部分 是小小跌了0.07个百分点 细节上赶快来 邀请专家帮我们来做解析 轮源投顾 首席分析师 严民老师 老师好 News98亲爱的投资人 大家好 我是轮源投顾 首席分析师 严民严老师 那当然今天520 过后之后的话 台股的话 未来的话就会回到 所谓的基本面 跟政策面的一个利多 还是一个利空的一个 题材的影响 但是目前为止的话 严老师先把我们国际上面 有些重点上面的一些产业的一个新闻的话 要跟大家报告一下 因为在5月份的一个操作的话 你就要留意到 这个美股影响台股的一个所谓的层面上面 应该会比较大 应该会比较大 那当然第一个 我们先要看到辉达的一个部分 5月22号的话 它就会公布所谓的 所谓的财报的一个部分的话 这个地方影响台湾的一个部分的话 就是所谓的AI概念股 当然我们国内目前为止 有接近15党的一个AI的 这个挥打AI的一个概念股的话 目前为止在台面上面 其实他们的股价上面都是非常的强 这个里面有包含伺服器的 有包含这个元件的 还有包含一些散热的主机脑 相信在今天的一个股价的表现上面 都相当的不错 那当然除了这个汇打以外的话 美国这个超伪 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力量 那号称这个伺服器 会搭载这个地表最强的一个AI晶片 那当然我们国内的部分的话 就是以所谓的双孔 跟银广的一个部分的话 可能这个社会的程度比较大 但是这边有做一个预估值 银沿的话出货 预估的话超过1万个货柜 我相信这个所谓的数量是非常非常的大 而且目前为止超微的话 可能要砸50亿 在我们台湾的话 就近来设所谓的研发的一个中心 跟我们国内目前为止 电子业的一些所谓相关供应链的话 来做出一个结合 我认为这个是所谓的产业上面 重要的一个大事 当然以所谓的国际面而言的话 全球目前为止它的股市 还是属于一个牛气冲天 那三大力多 持续的来做出一个加持的话 把所谓的美国 英国 日本的一个股市 这个三大国家的一个指数 也都创了一个所谓的波段的 一个所谓的新高 那我们要注意到 就是说未来可能影响到台湾 这个产业的一个发展的话 就是以所谓的超级晶片 这个部分的话 有机会会成为 这个未来我们台湾 所谓的电子业投资的一个主流 那这个中间的话 就以所谓的挥打GP 200 目前为止的话 即将要问世的 那这个中间的话 包含我们国内的半导体零组件 ODM的一个台电的一个部分的话 我相信 这个地方的话 社会程度会 稍微会比较大 那如果说就以半导体而言的话 就是以所谓的台积电 晶圆电子这个地方 如果是ODM厂的话 就是以广达 伪创音业打红海 这几家 其实都是我们国内目前为止 它的全值比较重的 全值比较重的 所以说 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在 所谓的赖总统 520这个旧时演说的同时 他就有稍微提到所谓的AI 那也推动了所谓的五个 信赖的一个产业 我相信这个赖总统 对于我们国内目前为止 产业的一个所谓的消息面的话 我相信掌握度还是非常好 所以说在旧职演说里面的话 大概还是以所谓的经济上面的 一个所谓的政策上面 来帮大家来做出一个宣打的一个政策 那今天的话当然是上涨了13点 这个涨幅虽然说不大 但是这个意思到了 这个盘中震荡整理 那我认为现在的话也接近200点 这个地方当然是各自解读不同 有人认为说这个旧职演说 可能要比较精彩一点 有人认为说应该比较保守一点 但是终究还是不错 第一个 成交量能没有看到所谓的 这个剧烈的一个变化 那加权指数的话 还在合理的一个范围之内 那我这边跟大家稍微的要讲解一下 台股进入到五月份 这个地方的话 以所谓的区间为主 这个低档区的一个区间 大概维持在两万一千点 到两万两千点 这个一千点当中 可能近期来的话 会做到一个震荡整理 那这个地方其实操作的重点 你要放在个股表现 个股表现这个很重要 每一个族群里面都有这个领头羊 每一个族群里面都有所谓的强势股 你只要遵照这个原则 第一个我们就是买强势股来操作 但是这个地方的话 有个前提 不要去做出一个最佳的动作 第二个 我们的股票买下去的话 最好是日线 周线 月线 它是呈现多头排列的 所以那短线上面 可能会拉回正当整理 但是以长线而言的话 我认为这个地方的话 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今天的话 当然这个航运类股的话 引起市场里面的震撼 不是说它涨了多少 其实它涨了也不多 也就是说我们的阳明也好 我们的万海也好 目前为止当然都受到了所谓的警示交易 甚至说这个阳明的部分 可能保证金的部分还有提高 但是今天利多跟利控消息 在盘面上面互相的交错的同时 阳明的一个股价 今天还有办法上涨两块钱 一般的话进入到分盘交易的话 投资人就认为说这个时间太长 这个地方可能就是价差不大 一般投资人去操作意愿上面是比较小 但是没有想到我们阳明的一个股价 在今天表现还是非常不错 那也带动了万海 万海的话在尾台也是上涨了1.1个百分比 那长龙的一个部分的话也是持续的 续航力也是很强 也就是我们今天货柜山雄 今天表现都不错 但是有人说他是受到报价 这个所谓上涨的一个影响 我认为这个全南也不是这么说 因为就是说这个投资人 他对于这三档股票的未来性看好 他认为是没有反映到谁的股价 所以说这三档股票的话 在今天的话买盘上面真的是比较多一点 那我们看到这个分盘交易里面 阳明的话今天成交量还维持在三万两千张 万海的一个股票 它的成交量还是维持在这个九千张 那阳明的话还是维持在所谓的六万五千张 当然有人叫严老师 以这三档股票来做出个分析 我个人认为大家做一个参考 阳明的话当然是属于一个领头羊的一个角色 那短线上面价差很强 长线波段的部分的话 目前为止也不错 但是我认为未来万海是有机会取代 那老师讲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 也就是说我去看到他的一个财报 万海的财报在第一季他所公布 每股的盈余的话是1.65元 那当然比起去年 总共一年加起来要再强吗 因为去年是辽几年 你知道吗 今年是探几年 但是我在四月份的营收我看到了 他跟去年比的话是年增24% 这个幅度上面是有点比较大 这边要提醒大家 这个成长性比较大的同时的话 你就要相对的去比较阳明 阳明的话他在四月份的营收 他比去年成长年增是35% 当然是大于所谓的万海 但是股价的一个反应 阳明的一个股价他从43块钱一路大涨到76块钱 基本上面这个地方已经接近要翻倍 已经接近要翻倍 那你说万海的股价目前为止42块钱 涨到75块钱 这个地方其实力道上面不是很足 但是我看一下筹码面 包括万海跟阳明 这个地方其实都有外资大幅的买超 所以说我未来还是看好万海跟阳明 这两张股票未来 那我们的操作 我相信重心的话 还是会放在万海跟阳明 那你说老师你有没有卖 我今天跟大家诚实的报告 我们还是没有卖 我们阳明有两笔单 那我今天看了一下我们的流畅表 流畅表 那阳明的话 其实我们买的第一笔单的话 是在4月26号 第二笔单的话是买在5月7号 目前为止这两笔单的话 按照今天收盘价来讲的话 几乎的话都超过40% 一笔单是10% 两笔单是80% 但是我们不以说这样子 就是OK了 我们的微短股票 如果说我们可以赚三倍 我们当然就是持续赚了 就是这样 那今天也有份重要的礼物 等一下要送给大家 等一下我们再跟大家报告一下 那今天这个掌听板的家数是22家 其中有一家是我们家的 按照这个惯例 我们还是要跟我们的会员 来做出一个报告 那我们把这种简讯 拿出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我相信这张股票 只要你是严老师News98 亲爱的听众 你不管是打电话进来 来拿到这份资料的 还是说你长期收听老师广播的 你应该都不陌生 因为上个礼拜 我们就公布了很多次的 它的一个简讯 那甚至说在四月份的时候 就在上个月 这个股票还没有涨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资料送给大家 我相信这份资料 就是我们的强喷五号标网 机密中的机密 那当然我在这个资料里面 都写得非常清楚 你要压估值的你就压这支 你想要反败为胜的 你压下去的话 你就下定离手 那要反败为胜的话 这张股票其实非常非常有机会 那就是我们今天亮灯掌听板的 6230的尼德克操纵 那其实在送资料的同时的话 我还是要提醒大家说 你这张股票是拉回早 拉回要上车 一定要拉回早那一点 那今天的话 我们当然就是非常诚实的 跟大家来公布我们的简讯的一个内容 那今天的话 在尼德克操纵 亮灯掌听板 简讯发放的时间 在今天早上的9点23分 那恭喜这个尼德克操纵 这个盘中大涨了31.5元 是亮灯掌听板 我甚至还把说 我们目前为止到底赚了多少钱 赚了几% 我发在简讯里面 我所发的一个数据 是目前为止获利的 就是以当时而言 然后获利的超过37% 37% 如果说你把这37% 再加上我们的阳明两笔单的话 我认为 你懂吗 我认为这个地方其实 其实的话 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严老师的一个诚意 那尼德克操纵的话 是上涨了37% 严老师祝大家周一愉快 那严老师非常感恩 非常感恩 其实这张股票的话 从4月18号 这个水冷室散热 引起市场里面的震撼 一直到5月2号 尼德克操纵的话 来到356块钱的一个 创破端的一个新高 一直到上个礼拜五 这个尼德克操纵在拉尾盘 这拉得真是太过分 拉得真是太直 那还被老师稍微的讲一下 说这个股票不是 严老师拉的 因为我不说再烦白去做这种事 这个地方还是要沉浸一下 那今天的简讯也顺便的跟大家公布 其实我们总归以来 这个最新的简讯公布的一个内容 我相信投资人你就是每天都在收听 从5月2号的2号标股 这个尼德克操纵 续报 一直到这个5月17号 这个持续的这个亮灯 掌平板 一直到今天 我相信再再的都证明说 我们是诚实 诚信操作 那这样子要卖了没 我这边还是要讲一下 还是没有卖 有些投资人会怪 严老师 老师这个钻那么多 为什么还不卖 我还是老话一句 该卖我一定会卖 不该卖的话 我觉得卖太早了 对投资人可能也是一个损失 就像说我们现在 阳明跟万海还是没有卖 但是现在进入到第二个阶段 其实操作难度比较高 你一定要跟上老师的脚步 那今天还有一档股票 是这个军工干渐股的 应随着520 那军工干渐股的话 在今天的话 大概领头羊的部分 还是非常强 那这样股票就是2359的索罗门 对不对 索罗门这档股票 今天的话真的是太强了 那股价最高来到144.5 144.5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再创破端新高 MACD柱状体是第四根 那有人跟严老师讨论 这个MACD柱状体第四根 那当然还是多头走势嘛 对不对 好 那他所秉称的理由 老师37块钱涨到144块钱 基本上面他算过了涨了四倍 好那涨了四倍的股票会不会涨 这是一般投资人的想法 但是我的想法其实跟投资人一样 那他的股价从37块钱 涨到这一波的一个高点 大概维持在103块 就是涨了三倍的股票 这个地方必须要休息嘛 要震荡要整理 可能被挤 这个中间的话 整理的过程也超过一个月 在一个月里面他干嘛 他洗筹嘛 在一个月里面他干嘛 他做那个震荡整理嘛 一直到最近的话 这辆股票 他才又开始发动 做第二次的一个攻击 原则上面的话 时间隔了一个月 筹码面也是洗得非常干净 在5月14号再度的 发起所谓的第二波的一个攻击 从114块钱 一直到今天的144.5号 我认为这个地方 其实是合理的一个判断 那当然这个现行 你怎么看 它都是属于一个高档 上面有点背离 那一般我们会看指标 投资人也会看指标 一般看到指标 最难判断就是背离嘛 对不对 那背离的话就要猜猜看 它未来会不会涨 如果会涨的话 就说这个背离是正常的 如果说不会涨的话 就说这个高档过热了 这个背离就要买 我认为这个是 不负责任的说法 其实我们可以用另外的技术分析去检视 比如说周线月线 去做出一个合理的判断 所以说今天所罗门的话 我认为它还是还没有涨完 它还是还没有涨完 就像我们当时候 我们在操作这个2367的药滑一样 药滑真的是跌破投资人的眼镜 直到最近都还有投资人跟严老师讲说 老师这样鼓高真的是太强了 但是不对哦 我当时候听到的是有人在骂我 老师我跟你讲 我买一句这样鼓高不会动 不会动 老师我买大概就是20块钱左右 它涨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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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大概25块 涨到5块钱嘛 四分之一嘛 就25%它就不会动了 这个中间其实你看这个股高很皮啦 我说真的啦 经过两个月的震荡整理 那投资人受得了吗 真的受不了 你要想在这种股高身上赚钱的话 真的困难度很大 但是你5月8号你可以站在买方 这个地方是属于一个突破 是属于一个专业操作的一个范围啦 那你看这一天 它突破了整理之后 5月8号对不对 那就一路的大涨 5月8号是30块嘛 一直到今天的创新高大概39块钱 这个地方还有接近9块钱 接近30%的一个价差 这个地方就是需要老实的一个地方 当然股票的话 我认为要滑的部分的话 它还是续墙啦 但是不鼓励大家去做出一个追价啦 我这样讲应该对吧 那只要说这个股价还是延续多方的话 你就是应该 还是说持股续暴 比如说2374的一个佳能也是一样 佳能今天虽然说没有涨停板对不对 但是它的股票一样再创一个波段的一个新高 近期以来的话 我们就看到蓝天 蓝天今天的股价最高63.5 63.5 有没有再送波段新高 有 有没有拉回 也有 那这个地方投资人该怎么判断 我觉得这个地方给投资人一个功课 这股价创新高是好事嘛 对不对 那股价拉回是不是好事 也是一个好事 那量人的部分呢 今天是属于一个量缩 那当然这个外市 这个公开资料大家都看得到 5月16号的话蓝天的一个外市买超 单子的一个买超高达一万一千张 其实的话我们都会去观察这些所谓的蛛丝马迹 我们就是让大家怎么样 让大家一起来 一起来参与一下 那我们今天有一档全新的股票 全新的股票 我们希望说大家一起一起来参与 我觉得这个地方的话 大家一定要一起来 那今天这份神秘的资料 神秘的资料的话 我就不要公布它的名称了 就不要公布它的名称了 但是我这边跟大家先讲一下 这档股票的话 我可以稍微透露的一下说 这档股票是目前我这是全新的 股价的话 你今天收盘的话 大概是60块钱附近 60块钱附近 那这个地方其实 投资人 你在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完全可以布局 那布局非常好的机会的话 你这个动作一定要做得非常扎实 这个地方这档神秘的标股 我会让大家继续来参与 只要你完成登记 只要你完成登记就可以了 那这档股票的话 你一定要登记 登记结束的时候的话 这档股票发动点 应该会落在明天 明天的话我们就请专人 一对一通知 60块钱的股票 你真的不要买太少 如果说你买太少了 那严老师跟你讲 那你未来 如果说这档股票翻了一倍 你可能未来会很后悔 这个地方跟大家先讲一下 所以说今天会开放这档股票 大概60块钱的一档股票 让大家先来参与 等到大家有赚钱了 我们再谈后面的合作 所以说今天的话 对投资方案来讲 非常非常重要 一定要把握 今天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今天严老师 给大家一个最方便 通通都可以 要完成报名就可以了 马斯坚交给我们的西珍 好的 感谢老师 带我们做细节的观察分享 好 在产业的部分 还有呢 接下来在盘面当中 如何来挑选到最强势的好股票 那么听众朋友如果听节目 也有买进这些航运股的话 想要知道老师的这个进出 欢迎您可以利用稍后的资讯 更重要的就是 今天呢 要准备要开放给大家 来等于是体验的新股票 邀请大家动作要快咯 实际关系 再次感谢轮延投顾 熟悉飞医师 叶宜米老师 谢谢你 谢谢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恭喜6230尼德科超重 哇 又跳空哦 涨停板哦 好 那么听众朋友一定很想要知道 尼德科第二 尼德科接班人到底是谁 记得赶快来电咯 0223219933 0223219933 今天呢 除了恭喜家族朋友 尼德科超重 亮灯掌停 再创波段的新高之外 今天呢 也推出全新的底部喷标股 限定60秒 赶快来电咯 0223219933 23219933 马上带回家哦 另外老师的Lite也邀请大家 直接搜寻来做验证 ID就是小老鼠小写的A518 小老鼠小写的A518 把握未来赚钱的良机哦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